大家好,我是三小 今天买了一点牛肉 来做葱炒花蒸牛肉 这个葱炒花是先用温水泡发好的 来把它洗干净 切好的牛肉来腌制一下 生抽、蚝油、鸡精、胡椒粉 白糖、葱姜 先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把葱炒花也倒进去 再给它拌均匀 再来加一点淀粉水 最后来加一点食用油 再次搅拌均匀 让它腌制10分钟 腌制好的牛肉把它放在盘子里 装滑好就可以上锅蒸了 水开蒸5分钟就可以了 不能蒸太久 蒸太久牛肉太柴了 不好吃 时间到了关火 出锅来撒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里面的汤汁不要倒掉了 拿来拌饭很有营养 拿菜的时候记得拿我们家房看家 就不会太大事 又香又滑的 葱炒花蒸牛肉就做好了 营养又美味 还特别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咯